新闻联播唯一一次向广大观众致歉 导演羞愧到自杀 被评为史上最烂春晚的1985年春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是牛年 节目一开场却是百猴迎春 就在大家疑惑是不是自己记错时 美猴王吊着威亚就直接撞到了舞台中间的柱子上 不要太好笑 事后大家才知道 原本准备好的牛死活不肯上场 只能临时换成百猴迎春 然而这还只是这场闹剧的开始 雅剧演员王景瑜在表演节目时 工作人员误将两米听成了12米 直接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王景瑜调到了12米高空 最后人被放下来的时候脸色惨排双腿发软 好在王景瑜反应迅速 借着表演把这次意外掩盖了过去 之后砸起演员上台表演时 工作人员又拿错绳子 导致演员高空中脚背绳子缠住 最后差点头朝下摔下来 当然最惨的还是陈佩斯 本来穿一件衬衫就很冷了 还要往身上浇一盆水 装作很热的样子 演出结束 陈佩斯直接被动到紧急村网医院 同样出现意外的还有马三丽 因为那一年是第一次在户外举办春晚 场馆大各种设备也不完善 导致马三丽演出时 很多观众都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 这就导致那一年马三丽的演出效果非常差 也知这次春晚之后 马三丽再也没有上过春晚 据相关人员透露 节目还没播完 春晚导演组就收到了两麻袋的投诉信 最后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 新闻联播于第二天正式给全国人民道歉